做第一次循環系統,我們的動機是因為進門屬於海島地形,本來就缺乏淡水資源,所以我們製作這種方法來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我們的原理是透過沉水馬達將底部的殘餌以及魚類的排泄物通通至上層,由植物吸收掉無機鹽類,再以施車影使用掉有機鹽類乾淨的水則可提供給我們的養殖魚類來使用 我們的製作流程如下 首先我們使用這根水管來做排水管路,先標記好位置以及大小之後,再以焊槍溶解,接著再以中吸氣膠來進行黏著 成品就會像這樣子 將玻璃黏著於內部的原因是因為怕內部水壓過大,而造成玻璃擠出水流溢出的現象 我們內部隔板則是使用塑膠瓦韌板來進行製作 歸好位置之後,以中性矽膠進行黏著,等至12小時矽膠硬化之後,成品就會像這樣子 行為系統的組裝過程,我們使用的是長篇高過30公分的玻璃缸 再將塑塑膠瓦放置玻璃缸中,注入五分板著水之後,放置送到過硬的架子 最上層則擺水跟植物,第二層則可隨飼養者的喜好擺放觀賞魚或德式水草 第三層則放置石丘椅,最後只要塑塑馬達插上插頭,塑塑馬達就會將水送至最上層,就可以造成一個情況系統 我們的特色,特色1方便簡易,材料取得容易且便宜,製作與操作方面相當容易 特色2,隨心所欲,使用者可隨自我意識來更換送納櫃的組合 特色3,節省水資源 特色4,環保,綠色環保,一車公車在園裡,我和綠色環保回拜年 為了? 為了? 再打擾?